大家好,这里是科技磁场,小米即将推出新款旗舰手机13 Ultra 我们今天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下面就来分享给大家 据爆料,小米即将迈入ETB时代 安卓之光13 Ultra顶配版是ETB存储,这将是小米第一款ETB5G旗舰 除了ETB大存储,小米13 Ultra还将配备1英寸超大底主射 传感器型号是索尼IMX989 据悉,索尼IMX989传感器采用了4比3比例,而不是常规的3比2比例 没有做任何裁切,拥有完整的1英寸超级大底 至于小米13 Ultra的核心芯片,自然还是骁龙8 Gen2 目前芯片工艺发展遇到了瓶颈,3纳米工艺制程还未突破 在未来一段时间,骁龙8 Gen2将是主流旗舰芯片 CPU和GPU性能已经足够优秀 完全可以满足商务人士的性能和拍照需求 搭配UFS4.0闪存,全新LPDDR5X内存 在MyUI14加持下,用户体验将彻底提升一个档次 另外,小米13 Ultra顶配还会拉到16GB加512GB 喜欢大储存的爱好者可以冲,小米13 Ultra相机非常震撼 小米13 Ultra最亮眼的部分无疑是摄像模组 这里我们着重来看 此次小米13 Ultra采用来卡4射加可变光圈镜头模组 其中主摄镜头为5000万像素的IMX989可变光圈镜头 辅助一颗IMX858超广角镜头 以及一颗IMX858 3.2倍浮动微距镜头 以及一颗IMX858前望式长焦镜头 四颗镜头虽然没有前代小米12 Ultra一亿像素大镜头那么惊艳 但仍然属于目前性能超强的镜头组合 四颗镜头都很强悍 两亿高像素主摄搭配50MP超广角 48MP双长焦镜头支持3OIS光学防抖 更为期待的是 小米13 Ultra CMOS采用了先进的制程和400色彩阵列 单像素面积为1.6微米 四像素合一的融合像素面积可以达到3.2mm 不容易饱和溢出 这意味着单针捕捉即可拥有足够的动态范围 小米可以将HDR的触发率大幅降低 这将带来拍摄速度上的极大提升 另外 索尼IMX989传感器搭载OCTPD相位检测对焦系统 可以让每个子像素都拥有对焦能力 提升快门速度 并针对性地调整夜景模式的触发策略 得益于此 小米13 Ultra拥有了强大的暗光抓拍能力 总而言之 索尼IMX989加莱卡加小米影像大脑 珠联闭合相得一张 是目前手机影像硬件的天花板 这将是小米2023年的安卓影像之光 小米13 Ultra外观 整体来看 小米13 Ultra有种华为和苹果的风格 舍弃了曲面屏机身 采用直角中框 相机模组采用双环设计 有种华为的风范 小米首次用上了双环模组 至于一块椭圆形模组当中 简洁明了 小米13 Ultra正面屏幕也非常独特 虽然曲面屏是高端机的标配 但从小米13系列开始 这一现象有所改变 与标准版一样 小米13 Ultra将使用柔性直屏 并且采用iPhone14 Pro同款胶囊屏 三星E6材质 支持120Hz刷新率 2K高分辨率 拥有1900尼特局部峰值亮度 10.7亿种色彩 可以预见 针对这块胶囊屏 小米会研发自己的灵动导动画 并且还将支持3D人脸识别 有了两项功能 小米13 Ultra的屏幕素质将有致地突破 至于屏幕参数 大概率与Vivo X90 Pro加相似 采用三星E6OMOLED材质屏 支持120Hz LTPPO4.0自适应高刷 屏幕亮度达到了2100尼特 支持2160Hz高频 PWM调光和10亿色显示 非常完美的2K直屏 还将支持超声波指纹解锁 为了与小米13 Pro保持差距 还将使用纳米微晶玻璃 堪称直屏天花板 屏幕优势非常明显 配色方面有黑白绿红四色 小米13 Ultra配置会有什么改变呢 是骁龙8 Gen2处理器 搭配LPDDR5X加UFS4.0 这一点和小米13 Pro系列保持了一致 毕竟在处理器性能方面 骁龙8 Gen2依旧在市面上处于霸主地位 另外充电续航方面 则是升级为5000mAh电池加90W 有线闪充加50W 无线闪充 虽然小米13 Ultra的续航整体看起来比小米13系列要升级了一点 但反观现如今推出的真我系列 一加S系列等等 90W的闪充对比动辄100W 130W的功率还是有些逊色 这一点不知道小米用户是否能够接受 最后再来说几个小米13 Ultra的史诗级更新 首先就是终于淘汰掉了小米万年不变的USB2.0接口 改为了USB3.0传输协议 手机电脑数据传输速度相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 其次是小米13 Ultra搭载了小米13 Pro同款瑞生科技1016大尺寸X轴马达 震动感有了很大提升 震起来更爽 同时小米13 Ultra还搭载有超声波屏下指纹 以及超线性双扬声器等 这样的新机你期待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